25万个个体户集体倒闭消失 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之下 我国也面临着三重压力 2022年货交会更难 你做好准备了吗 大家好 我是李云飞 关注我 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根据数据显示 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三季度 韩国因为疫情反弹 防控升级 从而导致25万个个体工商户倒欲消失 截止到9月份 韩国就业人口中个体工商户降到550多万 占比首次下滑到两成以上 为39年来最低 人在维持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也有不少都债台高筑啊 今年全球真的可谓是大事小事不断 疫情肆虐 通货膨胀 供应链短缺 能源危机 现在韩国又出现了个体工商户集体倒闭的现象 当然受伤害的可不仅仅是韩国一家 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的 但是唯有中国例外 在疫情当中 中国反而成为了全球产品的供应中心 经济实现了逆增长 成为了全世界当中的一枝独秀 除了国外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以外 就年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房子和粮食 国外也迎来了一片高涨 根据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1年第二季度 全球平均房价同比上涨了9.2% 而土耳其房价涨幅更是高达到29.2% 位居全球第一 在粮食方面 美国在2021年9月份的CPI 较去年同期增长5.4% 其中鸡蛋价格同比飙升35.6% 牛肉价格同比飙升高达到27.5% 巴西最近12个月 相应的物价指数累计上涨了9.68% 其中食品类价格涨幅较大 包括大米涨幅为32.68% 豆角为40.28% 韩国首尔在全球500多个主要城市的 食品价格排行榜当中排到了第15位 位居亚洲第一 就连40多年没有发生过通货膨胀的日本 从2020年10月份开始 物价也在开始疯狂上涨 反观我国的房价和粮食价格 大家发现 今年房价涨幅很温和 有的城市甚至还出现了不涨反跌的情形 而在粮食方面呢 价格基本上也没有怎么涨 猪肉价格在一度时间 甚至还出现了只有10来元一斤的情况 此刻死刑 我国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3% 而美国则是6.8% 当然全世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元大放水所取得的成果 正所谓抓鸡不成十把米 把火烧到了自家的门口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太得意忘形 因为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之下 我国还是会面临着三重压力 2022年获交会更难 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哪三重压力呢 那就是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需求收缩 首先随着全球疫情在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以后 各国的产能也会慢慢的恢复 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 也会分流我国一部分中低端产业 再加上美国计划在明年开始加息 届时货币收缩 需求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国的出口量也不可能再像今年一样出现高速的增长 而内需在全球大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 也不可能会得到完全的释放 第二 供给冲击 全球能源危机 供应链短缺 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 这样企业经营的压力增大 产品也会面临着断供的风险 那进而势必会导致通胀压力增大 最后传导到老百姓的身上 那就是钱不好赚 生意不好做 经济会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 第三 预期转弱 就在前两天国家也给出了明年的发展方向 那就是以稳自当头的发展路线 稳房价 稳经济 稳发展 那么在以稳为发展方向的时候 这就正说明明年的经济预期转弱 在经济增长上面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在大家都不看好的经济大环境之下 老百姓都会看好钱袋子 不敢乱投资和乱消费 那一旦全社会都形成了这种氛围以后啊 那么这个预期就会很难逆转 正所谓信心比黄金更可贵 信心不足 经济也就会很难有充足的发展势头 在经济大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 2022年祸将会更难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不要想的太好 但是也不要想的太坏 毕竟我国比国外的经济大环境来讲 我们已经算是生活在花丛当中了 所以啊 我们要笑到最后 我们也要笑得更美 疫情防控升级 韩国25万个个体户倒闭 三重压力下 2022年祸将更难 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